怀疑拥有拿督斯里勋贤的39岁华裔商人张鹏威 通过一屋多卖的方式 骗取华裔邻居34万令吉定金 今天被控上双膝大年地庭 被告张鹏威出庭时 在辩护律师穆罕默伊扎和多名保镖互送下 将外套盖住头部 然后快速步入法庭 据了解被告是集中俄伦著名商人 同时也是某服装公司批发商 他在去年10月间 在北海法庭被控开出总值100万令吉的空投支票 案件还在审讯当中 被告今天面对两项控状 第一控状指被告张鹏威 在2016年9月1号下午2点49分 在双膝大年联新花园而来任行行前面 以售卖位于阿曼赛野Lot88 价值140万令吉的三层楼电污维尔 骗取原告黄家云30万令吉 因此触犯了刑事法典第420项条文 第二控状指出 被告张鹏威在2016年9月15号晚上10点04分 在俄伦大众银行外 以售卖位于阿曼赛野Lot88 价值140万令吉的三层楼的电污维尔 骗取原告黄家云4万令吉 因此触犯了刑事法典第420项条文 主控官向法庭提出要求 以便被告以5万令吉保外候审 不过被告辩护律师向推示求情时指出 被告目前每个月收入只有3000令吉 同时必须负担4名年龄7岁到12岁的儿女及妻子 包括面对健康问题父母的生活费 希望法庭减轻保释金 推示教后决定 被告1亿名担保人及15000令吉保释外出 被告教后被停警压离法庭 前往临时扣留事实 同样在4名保镖前后护航下离开 案件展延至2月22号过堂 MTV7综合报道